麦记者 我听明白 当初你是因为 不能独自得到拦着 又容不下素素的存在 所以你放弃了你的爱情 嫁给了余达深 既然当初你连一个 小女孩都容不下 现在你要求我能容得下 你在我的生活当中 走进走出的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我还想问你 你口口声声地要补偿他们 要对他们好 假惺惺地拿出钱来 给素素交学费 回头又让你老公 偷偷地把钱要回去 你们这是玩到哪一处 你说什么 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兰卓过生日那天 我轻而听到余达深 给他打电话 要他还钱 你们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配合得那么默契 想干吗呀 我告诉你 你们两口子实在是 太恶心了 你口口声声说你要补偿他们 要对他们好 假惺惺地拿出钱来 给素素交学费 回头又让你老公 偷偷地把钱要回去 你们这是玩到哪个处 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兰卓过生日那天 我轻而听到余达深 跟他打电话 要他还钱 你们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配合得那么默契 我告诉你 你们两口子在我心目当中 实在是太恶心了 为什么不听你 我什么想的 你让我找到 正在电话 你不听到 那个人 就不听到 他说 只能有一个 不听到 他算是 他算是 前面 他算是 你这是干吗呢 一般我呢 你刚问问我们刘婷 我一大生一个多月 每天往他们家跑 每天讨他们家老太太欢心 他居然提拔了李慧 李慧没想到吗 高等教育处副处长啊 每个天进来拍拍我的肩 跟我说了三句话 一他们家老太太很感激我 二这根工作是两码事 三她想私底下感谢我 是图的感谢吗 我早就料到你会有现在的下场 全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余大生 你从来都没有好好做过人 你根本就不是人 我不是人 我怎么不是人 怎么着我落魄你也要落井下石吗 我问你 你给素素交的那些学费 你是不是撞到你自己腰包里了 你是不是撞到你自己腰包里了 谁跟你说的 是兰卓还是诚客 我问你是不是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是不是 有 暴风 怎么着吧 反正我现在余某人也里外不是人的 怎么着 有什么尽管找我招呼 我现在不怕风不怕 不怕刀架在脖子上 怎么着 让暴风雨淡的杠猛烈些吧 明天咱俩就去办离婚手去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真的是受够你了 你别走 你别走 我走 我走 你说得对 你别走 她是我拥有的下场 走 妈 我进来了啊 进来 男主 你今天晚上公司没事啊 今天没什么事 这是五千块钱 拿着净货用 完了再买件新衣裳 小主 这五千块钱哪儿来的 我挣的呀 你告诉妈 你现在在公司里头 到底是做什么工作 你最近怎么老往家贴不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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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开车了 完了 帮老板出了点事情 就跟那个 秘书啊 助手差不多的 所以钱比以前拿得多一点 有钱给你 你还不高兴 好 我拿着 嗯 首先 times 拍车来 先写好 不小心啊 来吧 你马上过来找我 听清楚 马上 你怎么了 不然 我就死给你看 你在哪儿 好 你等着 盯着 怎么又有事了公司 有 有点事 我出去一下 那行 你路上小心点啊 没事 没事 钱收好了啊 你给我回来 喝酒了 恭喜你啊 我跟我老婆要离了 你们俩可以在一起 知道我干吗去吗 看前面那些车上吧 我随便找个辆我就撞上去 然后我就压死了 是吧 你们是不是都特不喊得我死了 那你现在赶紧去撞啊 我跟你说真要死的人 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 还说这说那有用没用的 说这么一大痛 就早就该撞死了 怎么了出多大点事了 在他要死要活的 你就是他的丈夫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沟通吗 你有这个功夫在这儿喝酒 你就不能好好去珍惜珍惜他 我不珍惜他 我太珍惜他了 可他珍惜的是你 你说我这么多年我忍着他 我让着他 我还不珍惜他吗 难说你这人看得很好 但你很不讲究你知道吗 你以为八千块钱的事情 告诉你老婆 你老婆全跟麦青说了 麦青全给我离婚了 你满意了吧 是吗满意了 是不是 走走走走 我给你送回去我跟他解释 我跟他解释 你这跟他解释什么 解释 快点快点快点 解释 我跟他解释 我问你怎么解释 你能 你能不那么假吗 你不满意了我这回 是不是 来 没事 来来 你快帮帮我一下 嗯 来来 这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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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怪于先生 那八千块钱是我非要还给他的 也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 我爸你心里都知道了会不舒服 我是个男人 我不能让你给我垫付那么多钱 给谁都不行 给素素也不行 给我换面子 行吗 麦青 重要的不是钱 是你的心意 你对素素的爱 我们都接受了 感受到了就够了 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 对吧 我不想因为我 影响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这样 你知道我一辈子心里都会不舒服 喝多了 好好照顾他 余先生挺爱你的 满庄 素素素挺幸福的 他有一个那么爱他的阿姨 我也很幸福 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满庄 谢谢你 我来 哪儿 我来 哪儿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回来了 爷爷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老师生病 磕尚不成了 我先去打扫卫生了 你等一下 今天是我的职日 那你就和我一起去打扫爷爷奶奶的房间吧 妈妈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你在奶奶房间干什么呢 妈妈胃疼 刚刚去奶奶屋找热水袋去了 结果也没找着 妈妈上街上买胃药去 走了 吃一锅 行 我钱已经准备好了 货什么时候送来啊 明天 行行行 那明天我等你 好嘞好嘞 谢谢 好嘞 好嘞 你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 我出去给你买点药吧 没事 没事 这都老毛病了 你说煎这药吧煎得也挺麻烦的 喝得也挺苦 什么事都没有 我知道你不爱喝中药 我去给你买中程药啊 真没事 过两天就好了 这毛病我知道 行了 要不然我给你唱点京剧 有电话 接电话去了 喂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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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等你啊 天时啊 你货把他一会儿又能送来了 你给我回家把钱取来啊 行 那先这样啊 喂 friendships 喂 喂 喂 天时 那个 我那五千块钱 你看到了吗 我没动啊 那钱哪儿去了 那 那不可能啊 那 那是谁动了啊 你 你别急 你别急 也许我放错地儿了 我再找找 好好好 这哪儿去 喂 妈啊 什么事儿 你看到那个 我那五千块钱了吗 五千块钱 我没看见 我那五千块钱 可是进货的钱 妈 你钱丢了 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 我跟你爸也打电话了 他没看见 兰卓更不会拿了 那个 你说这钱怎么会 就没了呢 他自己能飞啊 那你问问素素吧 我这儿正忙着呢 先挂了啊 恭喜你啊 麦大记者啊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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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恭喜 恭喜我什么呀 你还不知道吗 省里十家记者 有你麦青的名字哦 就是啊 这有什么恭喜的 光咱们报社就有三个呢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伙儿 可都跟主人说好了 晚上大家要为你庆祝庆祝 这可是咱们报社的光荣对吧 对啊 是 免了吧 晚上还有事呢 这十多个人 我可都下达通知了 怎么能免了呢 对不是 怎么能免呢 我们好不容易要聚一聚啊 你就给我们这个机会吧 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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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那五千块钱 您还没找着是吗 我跟你说您别着急啊 我今天有个应酬 完了 我回家之后再帮您找 兰卓 你正感冒呢 还是不要去了 没事 达生 又见面了 来来来 走走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这个局 是我表个草班了 拜托 拜托 你千万别拨他面子 主任 咱们今天可是不醉不亏 这要再谢谢你 安排了这么优雅的环境 我相信呢 今天晚上是个 轻松快乐的日子 没错 没错 当然了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麦青 因为你给我们部里 带来了荣誉 就是 荣誉是大家的荣誉 你看 你看看我们麦青 永远是那么低调谦虚 好 好 来 大家坐坐坐 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坐 服务员 来 上茶 咱家是有耗 可耗子没这本质 耗子掉不动五千块钱 除非了人变成耗子 什么耗子不耗子的 你能问我都没进去过 五千块钱丢了过我什么事 你敢说你没见见过 阿姨 你去过爷爷的屋 你胡说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素素 甭发生 有爷爷在那儿了 说 你今天上午 就是进过爷爷的屋 我和娇娇都看见了 你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包 你给人打开这包吗 这钱就在你包里头 你给我打开 你给我打开 你干什么呀 你抢谁 你打开 我肯定在钱就在里头 别抢了你 行了 是 钱就是我拿的 怎么着吧 不就为我全拿了怎么着吧 承受了吗你 我妈病了 住院动手术需要钱 我知道我跟你们说 你们谁都不会管 男主要他会给你们 拿钱进货 拿钱给苏妇交学费 也不会给我 可是她是我老公 我妈病了还就在给钱 她不给钱我就自己拿 我拿我老公那些 给我妈看病 怎么了 有什么错 好 你们想要钱是吧 谁 钱我都已经寄走了 你们想要就跟邮局要去 你什么东西你 好 你 奶奶 奶奶 方婕 你什么 别碰我 我在这个家里 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妈 你lington fly 行不行 Milk 你再说哪儿好 problema 除了我 Emerg 你又怎么了 那个嫁 我再也不回去了 蓝嫁 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这又唱得哪出了 是不是诚可又欺负你了 您好 您所播的用户没有应答 请稍后再播 订阅者 喝点水 这个钱偷的呀好极了 正是时候 妈 你说什么呢 诚可要不偷这五千块钱 你能离开蓝家吗 我还得谢谢诚可呢 妈 你不知道 那是蓝卓辛辛苦苦挣的钱 那是孩子孝敬我的 你就是 五千块钱算啥呀 当初蓝卓 给他妈治病的那十万块钱 不都丢了吗 真是的 你呀 先好好想想 这离婚的事 可不能再变卦了 不变了 这回一定不变了 八头牛都拉不回去 那好 回头就干嘛了 去深圳 去深圳 咱们要投资啊 那就得过去看看去 别犹豫 妈明天就买机票去 到了深圳五千块钱 那一天就挣回来呀 还有 这离婚这事 咱们趁着深圳这几天哪 好好琢磨琢磨 得分财产哪 你可是拦截的功臣 那小院你得分一半 那个铺子的资产 你也得分一半 你可记住啊 可不能松口 到了深圳以后 如果行情要好的话 我回来就把这房子卖了 上深圳哪 咱们租房子住 妈 这卖房子可是大事 像你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了 你可要考虑好 这房子算啥呀 你不知道你妈是谁呀 我可跟你不一样 知道你妈姓啥吗 姓牛 等着发财吧 大家先听我说一句啊 我表哥呀 这辈子就一件最荣幸的事 那就是娶了我表嫂 这么优秀的夫人 每次她见了我 说得全是他们家麦青 这呀就是你的功劳了 听说你是麦青和达生的介绍人 待一会儿啊 让他们夫妇俩敬你杯酒 必须的 必须的 来来来来 我先来啊 敬咱们铭记 来 敬一杯 主任 这词都难听 什么铭记呀 铭 那叫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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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说好了 您这杯酒是以老公的身份呀 还是以教育科科长的身份呢 当然以科长的身份尽的 你说没有这么好的老婆 怎么会当人科长呢 这样 敬未来的教育处长夫人一杯 对不起 我去带洗手间 慢走 表哥 表哥 我先以未来处长表妹的身份 敬你一杯 来来来 来来 我们陪一陪 来 谢谢 谢谢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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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副总 好 谢谢你们啊 这个今天把我合同钱了 该修改的也修改了 无论如何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酒喝好 其他的都不谈 好 喝酒喝酒喝酒 来 倒酒倒酒 来 喝酒倒上 毕总 喝一杯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年轻有为的兰卓 来来来 来 喝酒喝酒 坐坐 谢谢 您好 您所夺的用户没有应答 来来来 倒酒倒酒 倒酒倒酒 来来 酒倒上 酒倒上 今天这生意谈成不谈成 就看你这个杯表现 咱们把它给干了 谁就算酒吃 敲进了 怎么样 我 我干了 您随意 小兰 够爽快 干 干 干 大家干 来来来 来来来 这酒喝得高兴 倒酒 倒酒 来 蓝主 怎么了 还没咋着呢 赶紧赶紧赶紧收医院 赶紧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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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医院 送医院 生医院 醒醒了 蓝主 蓝主 怎么样 蓝主 醒醒了 蓝主 别睡啊 蓝主 蓝主 别睡啊 蓝主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这电话可坚决不能接 我走 跟妈上屋 咱俩商量商量去深圳的事 走 姐姐打完的时候 您教我一下 谢谢 我要不是在饭店碰到你 我都不让你做这个事 你太不爱惜自己了 我做什么事啊 我不是 不是喝毒 不是发烧 臊子发炎 你真是酒精中毒 医生说你要是再多喝几杯的话 就有生命的危险 你干吗要陪酒啊 陪酒是你干的事吗 你有多大的酒量啊 不是去陪酒 是做的文 文蜜 你同事都告诉我了 你别瞒我了 那你真的不拿自己的命当命啊 你以为 你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 你就是男人了是吗 文蜜 你为了家人的生存 你什么都可以做 没错 你是个孝顺的儿子 但你要是再这么喝下去的话 你就完了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明天你赶紧把这个工作给辞掉 你要是不辞的话 我帮你一起去喝 哥 你没事吧 你说麦青 刚才怎么说走就走了 他这包和和衣服全没拿 但是刚才 我觉得他进来的时候 这情绪就不太对 你们小两口是不是最近吵架了 不过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回头我帮你问问他 喂 天时啊 是我 我妈呀 你和凤云还没睡吧 妈 你有事吗 天时啊 妈这回啊得住你家了 你弟弟和他媳妇要出门做生意 我不想跟着他们去 我明天半黑的车啊 后天哪 一大早就到你家了 这不是我的事了 好吧 那天人不早了 混就晚了 又是事了 又是事了 行 大人得答应我 一定把这个工作给辞了 那 那个 那什么 你啊 还得给我爸妈打个电话 手气没电了 就跟他们说我出差去了 得过两天才能回家呢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我躺在个院里头为我担心 好吧 我知道了 没事的 没事的 我等你打完这瓶我再走吧 你酒怎么没倒上来啊 但是啊 我 知道你今天不开心 行了 行了 你陪我喝酒 不是 你不能这么喝 你这么喝酒我看着心里难受 你让我把他喝了行吗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付出 甚至我的生命 嫁给我吧 再来结婚吧 他不会回来的 他是真的不想跟我过下去了 你怎么喝起酒来了 白晴 我心很痛 很痛 行了 行了 你别喝了 麻辣了 起来 快 来 小心点 我知道你想问我跟他去哪儿了 我去洗手间的时候碰到兰卓了 他休克了 我跟他的同事把他送到医院 你知道他现在在干吗吗 他现在在陪酒 就为了多挣点钱 抚养两个孩子 还为了给素素交一年八千块钱的学费 几乎天天陪客户喝酒 我知道他的酒量 这样会要他的命的 你去哪儿啊 相对我们也一切 只是我们的 我们都打哄 因为我们有那个 还有 changed 他 打杯药也得药 我现在去找他 大声 你听我说 给他钱以后再说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 帮他找份工作 廖总 外面有位新麦的记者 想要见你 他说是拦主的朋友 请来 进来吧 您好 廖总 你好 我是你们公司员工 蓝卓的朋友 我叫麦青 你好 找我有什么事 两件事 第一 我要替蓝卓辞职 辞职 第二 我想请你们公司承担 蓝卓的医药费和治疗费 您看一下 他怎么了 食管炎 胃溃疡 肝肾指标异常 医生说 这是他喝酒造成的 可是我们公司 也没有这项规定啊 员工工作时的应酬 喝酒是免不了的事情 是吗 那好 我是晨报的记者 那我就写一篇文章 呼吁一下 等等 那这样吧 我都付两个月的工资给他 你感觉怎么样 也作为 我们付给他医疗费吧 是这样 廖总 其实我是想 个人帮他一个忙 如果蓝卓问起你们财务部 我把分你们转告他 就说你们公司 付给他了半年的工资 好吗 这样啊 谢谢 好 好 嗯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来也跟我说一说 我刚刚到 没流口水吧 流了 对了 你的工作我已经给你辞了 伯父那边电话我也打了 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病吧 你辞了 辞 辞了工作 我上哪儿找工作去啊 我上哪儿 这个 两万块钱 够你几个月花的了 谁要你的钱呢 我又不缺钱用 我不要你的钱 这不是我的钱 这是你们公司廖总的